天堡玩具欢乐延续,小朋友们,你们好呀,我们又见面了。 杰德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美食的奥特曼,可是这次他却对美食没有一点兴趣,这是为什么呢?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杰德,这个甜甜圈可好吃了,你怎么不吃呢? 哈哈,我现在肚子不饿,你先吃吧。 好吧。 好饱啊。 杰德,森林里新加了一个游乐园,我们一起去玩吧。 不不不,我就不去了,你去吧。 怎么感觉,杰德今天怪怪的。 算了,不去我就自己去吧。 啊,终于离开了。 小猫咪,你快出来,我来给你送美食了。 快来吃吧。 快来吃吧。 爸爸,我吃饱了,这个吃不完,吃饱了,就扔了吧,好嘞。 咦,这是谁扔的啊,这么浪费粮食。 哈哈,刚好有吃的咯。 天哪,杰德怎么捡地上的东西吃,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哥姆啦。 小哥姆啦,你知道吗,你的好朋友杰德捡地上的东西吃。 不可能,家里有好多美食,他都没吃,怎么可能捡地上的东西吃呢。 不信,你就跟我来看看。 小猫咪嘛,我回来了。 看,他就在前面呢。 杰德啊,你怎么躲在这里,吃地上捡来的东西呢? 不不不,你误会了,食物,我是给流浪的小猫咪吃的。 小猫咪? 知道你不喜欢小猫咪,所以我就没把他们带回家。 可是他们真的很饿了,所以我就,所以你就把自己的美食留给了他们。 对,原来如此,对不起,杰德,我刚刚误会你了,还乱传播消息。 哈哈,没事,误会现在不就解开了吗? 好了,小朋友们,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你们知道,杰德为什么对美食没兴趣了吗?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。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,拜拜咯。